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之后她就不能自理 就开始照顾我的婆婆 吃饭啊 还是扶她去上厕所啦 照顾她直到好往生 起初我家人也都反对了 觉得护理很辛苦又要加班 又要走轮班 然后这么辛苦之夜 那我为什么要去做 但是我又坚持就是很想当护士啊 护理人员是看着病人在看护症 给的那种爱心不一样 每次当病人跟你讲那句谢谢的时候 就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大家常常对护理人员 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 看到生命无差 觉得会很麻烦 其实不代表我们不难过 我们只能在病人的面前表现的专业 而不能他们哭我们也跟着哭嘛 因为我们需要去给他们安慰 站在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需要学会坚强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更爱我自己 更爱我的生活 也更爱我的家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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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